上集我介绍了伊东有什么景点可以玩 今集我会介绍一下东京的湘根有什么好玩 事不宜迟,马上带大家看我的东京功力 好,到了湘根路之湖 我在伊东駕駛大约一个多小时 左右就到了 它有一个船 船就是外面的样子 有几条路线 不同的路线有不同的收费 而且它有一个时间表 有什么意思啊 船也挺有趣的 海拆船 它沿着湖 对,因为我们 可以驾车驾到那边 对,因为我们的车泊在这里 而且时间就不搭了 还有这些要坐 小鸟 这个不是小鸟 是千元 对,是千元 30分钟1500日 都算划算吧 可以坐到两个大人 和两个小鸟 或者三个大人 是不是有人驾车呢 我这个呢 路芝湖附近 驾车大约十分钟左右 就会到 恩赐湘根公园 即是这里 三号仔 不是,三号仔 只有三个minutes 哦哦哦哦 哈哈 很大 對 很大 這就是江戶口御門 在公園附近 欣賜公園附近 到了大沖谷了 可以搭纜車 這裡也很大 泊車要淺 520日圓 16時40分 就會關門 這裡 有個竹炭的雪糕 這裡有很多黑色的主題 例如黑海鯊 黑的雞蛋 都挺有趣 還有竹炭 很多 做飯倒我 做飯倒我 這個 這裡有些黑色的雞蛋 叫黑玉子 應該是吃完之後 就會長靚 七年 不過呢 他真的要賣520日圓 520日圓 我們今早就吃了很多 所以還是不吃 免得超飆 吃完不夠長靚 七年 其實我到了4點 趕得切坐纜車來回 但可惜呢 因為我拍車 它是4點40分 就已經是 關門了 不被人開車出去 變了我就不能坐纜車了 其實我也不太明白 為什麼停車場 會早過纜車關門 這個大家要 如果開車的人士 就要小心留意 就要小心 就要小心 說到 那些石頭 就要小心 開車 對 就要小心 停車 還要小心 開車 那些石頭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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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收看 下集我将会介绍富士山有什么好玩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